现在的这个厨房 相信很多妈妈们看到 一定很喜欢 而且不瞒您说 以前这里是房间的空间 对 因为 其实我们房间的需求 不用那么大 所以我们不如把 我们一整个家庭里面 最常用的 或者最常互动的一个空间 就是餐厅跟厨房跟客厅 把它连在一起 这样整个空间的使用 就会比较自由一点 那我们在做这个厨房的规划 我们除了东西的 这边的安排之外 我们的收纳运用也非常足够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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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其实我们 从刚刚的那一排 从餐厅过来的 一个整排的收纳柜 加这边有一个 储房台的门之外 我们把比较高升柜的部分 用在我们现在后方这里 这整排 千云后面整排都是电器 加上蒸烤炉烤箱的部分 我们都放在这个地方 下方还有一个红酒柜 可以运用在这个柜面 在这边吗 这边是一个红酒柜 那这边就很方便 可以逼红白酒 那这整排都是 比较属于高升柜的部分 我们把它集中在同一个空间 你就可以放很多杂物的部分 对 主妇看到这边 应该爱死了家庭主妇 而且另外我们讲一个小细节 就是说在这个厨房的门片 这个门片是用烤漆玻璃 其实烤漆玻璃在厨房的 一个保养上面是最方便 那对于这个烤漆玻璃 它的框是总 整个是跟玻璃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会像传统的那种玻璃门片 它本身有一个铝框在旁边 会比较笨重 所以你看到完整的面是一个玻璃 它很轻巧 很轻巧 对 它这个部分它是比较省 应该是环保建材 因为你就不用去用到木头 也不用用到很大量的这些木材来收鞭 对 收鞭 整个都是用玻璃跟铝料 就会比较环保 那值得一提就是这个后面这里 这个空间 其实这是一个拉门 你自己看把它打开来 对 因为其实像厨房啊 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要放什么 我们可以放比较大型的锅具 往往我们的一些大锅子 或者是汤锅 或者是一些大的炒锅 炒菜锅 很多的锅具其实我们要摆放 我们就可以摆放在这个空间里面 那因为这个深度够 这个深度够 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储藏的一个环境 我要提醒一下 我觉得很棒 因为刚刚大家现在看到 它这样的色系是统一的 可是你要找东西推开的时候 它的灯光 既然就亮了 所以方便耶 对 很方便 这边有一个感应灯 就自动来照明 然后我们把它关起来 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铲除空间 而且在我们这个柜子里面 我们拉门都有做那个 毛刷条的设计 这样子灰尘就不会跑到我们的 这个储藏的空间里面了 OK OK 好 我们把这个实用的功能 介绍给你之后 其实当我把它全部都关起了 它整个厨房空间的色系跟材质 跟我的客餐厅的公共空间 是相融的 对 因为我们 我们在做厨房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是用枕间的思考 怎么说呢 比如说灯光我们怎么做 像我们在这个电器队旁边 做一个这个光沟的一个设计 上面有点打灯 除了增加我们厨房的灶 也让这个厨房的一个视觉上面会比较丰富 你不会觉得说原来厨房只是一排厨柜而已 而是除了电器柜之外我们有收纳柜 甚至还有这种半穿透式的门片的一个运用 让厨房的一个设计会比较多元一点 OK 我想再加上这个灰色系的烤漆玻璃 跟你空空间的地板 整个是做融合 所以它的视觉效果很好 这样的一个H型不规则的基地 可以变成今天这样子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笔钱 可是又不想买房子花那么高的房价的话 或许老屋翻新式可好选择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建制 谢谢 35年屋龄的老旧住宅 不但光线阴暗 而且格局狭隘 经过周设计师大刀阔斧的重新规划 不但现在穿透感十足 更引进了大量的光线 让祖孙三代可以共享天伦之乐 重新赋予老屋新的生命以及回忆